大家好,我是Joseph 安心地產團隊 Richmond 的房地產經濟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買房子裡面最讓人期待、最開心的一個部分 就是出去看房子 我們之前講的很有用 之前拍了幾個影片 想貸款啊、簽約啊什麼的 可是都很無聊 因為買房子大家最期待的就是 可以出去看Open House 看各式各樣的房子 對吧 其實房子的樣式它五花八門 土地的大小、尺寸各式各樣的 房子它也有新、也有舊 各個設計也都不一樣 其實到底要從何看齊 很多人有時候可能一個週末一天看了五、六個Open House 回到家以後其實沒有什麼記憶點 或者是你看的房子越看越多 聽著每個經濟或是不同的人介紹 反而越聽越亂 不知道自己最後想要什麼 這種都很常見的 我在這邊建議大家 在出去看房子之前 甚至每天要出發出去看房子之前 先在家裡做好一個心理的建設 心理的功課 把你看房子的過程系統化 系統化就是你必須要有一個checklist 這樣子你出去看房子的時候 你會更有目的性 而且你不會因為看越多 反而心理越來越亂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蠻多可以討論的 所以我把看房子的這個系列分成三個部分 三個影片 就是獨立屋、城市屋跟公寓這三個部分 我們第一天先講獨立屋的部分 其實看獨立屋的時候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土地跟建築物這兩個東西分開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其實建築物本身它是一個折就性資產 什麼叫折就性資產 就是它有使用年限 而且每年都會固定的貶值 要比喻的話就像汽車一樣 你雖然買一台新車 每過一年它都會有最新的車款 那你這個車呢 這個汽車也因為它的年份越來越高 慢慢逼近 它的市價會慢慢慢慢地逼近零 那土地的話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具有本身的內在價值 我們講Transit Value 所以它不會因為它的年份影響它的價值 不會因為土地很老 價格慢慢流失 相反的也不會因為它是新蓋的房子 這個土地就比較值錢 這個沒有 要比喻的話呢 就是跟黃金有點類似 比如說一百年前挖出來出土的黃金 跟今年更挖出來的黃金 它的市價都是取決於當下的市場的供需 所以你在買房子看房子的時候 我強烈強烈的建議 把這兩個完全性質不同的東西 分開來看分開來評估 我們先講土地 土地要怎麼開始看呢 我會建議 因為現在科技非常非常方便 非常發達 其實我們在出門前 在家就可以做很多功課了 我建議 在家打開電腦上網 開兩個網站 第一個就是Google Map 第二個就是你看的房子 這個市政府它的網站 有一個功能叫做Geo Map 不管你是買Richmond啊 Vincouver啊 Burnerby啊 或是各個城市也好 他們市政府的網站呢 都會提供一個即時的線上的這個地圖 那這個地圖會提供很多很多的資訊 我會建議呢 主要看這幾個重點 第一 我們先看房子的面寬跟它的近身 還有土地的形狀 我的建議是不要選擇在社區裡面呢 非常特地的 特殊的土地造型 那假設附近都是66尺寬的面寬 然後7000乒乎的面積的房子 假設啊 你就不要硬去買一個40尺面寬的 然後土地起形狂狀 背後連了很多鄰居的這種房子 為什麼呢 因為在你日後如果要脫手的話呢 因為沒有同比性 你這個房子要出手 困難度會非常非常的高 還有就是 如果你買的房子的土地尺寸 假設比附近社區裡面 其他房子全都遠遠的大 大上許多 那你以後要賣的時候呢 其實你會很難找到有同比價 來支持你的開價 所以第一步就是呢 你要確認你買的這個房子它的土地呢 跟附近鄰居的土地有沒有同比性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第二就是這一塊土地呢 那是否有其他人在這塊地上擁有用路權 就是我們講的Eathman 或者是這一塊土地的主人呢 在其他土地上擁有用路權 這個我們叫做Write of Way 再來就是這個土地的底下 有沒有供水管或者是排水管經過地下 它的排水管在這個城市的這個部分呢 有沒有分成雨水管跟污水管的這兩個管線 我們講的Sanitary Sewer跟Storm Water Sewer 所以這兩個地方 或者是呢 這附近有沒有閥門 就算不在你家裡 在外面附近有沒有閥門 因為我們要知道通常維修啊 或者是報水管啊 很多很高機率都是從房門附近開始的 所以這是第二點 再來呢是房屋的朝向 房屋的朝向不光是房子的座落 你還要注意看房子裡面每個房間 它的朝向裡面你要算進去 比如說夏天裡面哪一個房間會有西曬啊 冬天哪個方向會有陽光啊 再來就是有哪個方向要特別注意 保固跟房子發霉啊這些東西的 這是第三個 第四呢 社區周圍有哪些設施 會不會有噪音的問題 比如說附近有沒有學校啊 消防局啊 警察局啊 教堂啊等等 離這塊土地距離有多遠 還有這個土地跟周圍呢 他們的土地使用分區 他們的Zoning是什麼 附近有沒有可能會有輕工業或是重工業 那他們附近的分區 未來有沒有可能有輕工業或是重工業的這些企業辦進來 這些你要注意看 還有就是周圍有沒有政府的設施 比如說政府有沒有設立中途之家 Halfway Home 或者是戒毒所在附近距離有多遠等等 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這是第四項 第五項呢 這個政府在這裡有什麼樣的城市規劃 我們講他們這個市政府的Official City Plan OCP 那在未來的五年啊 十年啊 或是二十年啊 市政府對整個社區呢 有沒有一個計劃性的一個建設啊 還是說它這一塊它對目前來講完全沒有任何的計劃 這個都你需要知道喔 因為它會影響這個土地未來的價值 那土地的功課其實講到這邊我們做到一半而已 接下來就是看產權證的部分 那產權證有什麼資訊 有什麼特別要留心特別注意的呢 我在下個影片再跟大家討論 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邊 下次再見 拜拜